蔡總統最近忙著在輔選 甚至在輔選的時候 她就說了全世界在看台灣人民 用選票來表達什麼樣的意見 好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們再看到在上個星期 才剛推出的經濟學員雜誌初刊 在針對2023的一個趨勢特輯 您可以看到 這圖片來源是在經濟學員的一個推特上 有各國的領袖 包含了好有習近平 普丁 拜登 還有呢 澤倫斯基 再來看到就是蔡總統了 在文章評估說 俄乌戰爭之後 台灣恐怕成為下一個國際衝突的熱點 針對這樣的文章 蔡總統在臉書上說 這代表什麼 台灣在各方面的表現 人民的努力受到世界高度的關注 大家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你認為它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誤會 你認為蔡英文誤會了 聊天室幫我加一 好 經濟學員說 下一個戰爭的熱點衝突 熱點在台灣 但是呢 蔡總統說 這個世界看見台灣 那我們可以看到你認為的話 它這個是有誤會 在聊天室幫我們加一 現在大家的關心了 台灣被認為可能是戰爭發生的地方 它居然認為說 這新聞各方面的表現都受到關注 是搞錯重點了嗎 針對現在在未來整個台灣 其實大家看到是哪裡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現在有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台積電 在美國的養力三大洲 現在進行的是第一階段 五奈米的製程 五奈米製程之後 張忠謀創辦人也表示證實了說 未來第二期三奈米也會在美國來改 所以三奈米將移轉到美國 現在前立委蔡政員就說 美國現在就是想方設法 好 掌握了台積電的訂單設備 政策就是要把台積電變成了美積電 但是總統蔡英文 你可以代表台灣出來反對 並且談判的人嗎 因為看看韓國 韓國總統你十月為了三星跟美國來嗆聲 他要問問蔡總統 你什麼時候敢跟美國來嗆聲 來幫台積電來談判呢 那日前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張忠謀不是代表了台灣來參加IPEC嗎 而當時他也向大陸國家主義習近平 來恭喜二十大的成功 也強調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 好 那蔡總統表示尊重 但是針對台積電未來要蓋三奈米場 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台積電去美國設廠一試 前立委蔡政員就說了 這需要蔡英文 孫昌 王美花的許可 表示說是很有遠見 已經批准此事了嗎 但是其實大家就非常擔心 包含了五奈米 接下來是三奈米 現在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是全球獨家的一個製程 未來會變成美國生產 藍軍炮轟就是因為蔡總統 你擋不住美國的壓力 所以現在台積電護國神山 未來很可能會變成護美神山嗎 而且也擔心現在研發的二奈米 一奈米的製程 可能會不會都是美方下一個目標 台灣護國神山 台積電 獨步全球的三奈米技術 在張忠謀的親口證實下 確定將赴美生產 預計在亞利桑那州原廠升級 從五奈米跳到三奈米 原本台灣獨家販售 將來恐怕去台化 美國同步販售 日本的東資 美國也是依賴它 後來東資就毀掉了 它整個就遇到美國 很像啊 你不覺得 很護台神山 現在變成護美神山了 台灣先進技術 可能外流不說 台積電赴美根本賭上前程 將來三奈米 五奈米 恐怕都有美國接單 成本估計增加五成以上 台積電失去競爭優勢就算了 就怕其他國家要求比照辦理 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場 五奈米製程年底機器進駐 而高雄七奈米製程 近日確定暫時延後 是不是受美影響佈局 引發外界聯想 民進黨選前大內宣 說台積電高端技術要跟流台灣 但現在顯然跳票 歷經多少年培養出台積電 但是我相信到時候 向美國會要求更先進的 到其他國家的設廠 最怕美國得寸進尺 台積電正在研發的 二奈米與一奈米製程 恐怕是美國下一個目標 那時候的馬政府 就有能力去說服美中兩強 不要push台灣衝突的前沿 那顯然現在的政府 並沒有學到這樣的藝術 蔡政府遭質疑無力捍衛台灣產業 當神山都難以護國 蔡總統的抗中保台顯得蒼白無力 記者謝洪如王志恒 台北採訪報導 好 看上大家是不是覺得 蔡英文搞錯重點 是不是有所誤會了呢 看見台灣是這樣的一個 看見嗎 剪多拉加一好是誤會了 還有再看到是施文斌也是加一 還有再看到陳崇氣吳秋香之光都是加一 菲蘭張美媚感謝大家的支持 還有呢這個西貝爾就說 台灣的護國神山被搬去美國了 美美認為世界看見台灣 也看得到烏克蘭 王富華還想問問這個總統 到底有什麼樣的居心呢 好 陳崇氣也是加一 謝謝大家寶貴的意見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選戰繼續打各個縣市 大家呢當然競爭是白熱化 在民進黨重兵部署在北台灣的一級戰區 決戰北台灣是非常的明顯 前例有郭正亮認為說 這個地方選舉扯到兩岸議題 在這個地方選舉也要抗中保台 他認為說這個選舉啊 他說真的是他活了一大把年紀 看過最低級水準最差的選舉 也怕怕的 那麼另外呢東華大學的教授 施勝峰教授就認為說 民進黨這一次決戰北台灣 他認為民進黨現在策略有一點亂 基本上呢就是浩枕以下 他說民進黨以前就是靠著騙年輕人 現在會報復性的出來投票 也引發了熱影 我們帶來看 民進黨目前的策略 我覺得也許稍微有一點點亂 但是基本上他是浩枕以下 我的判斷 就是說其實就是新竹 桃園跟台北 他認為說我只要這個用抗中保台 然後動自以群 然後這些人含累出來投票 包括你看台北有沒有 那個遊行 然後一堆人在連署等等 這個一定要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他的就是我們看到工程 這些百工百業的這些綁裝 拔裝等等這些 那他現在就在驗收 看看你們這個動員能不能領的 corta能不能跑得出來 ok 然後接著他希望說年輕人 這塊不要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他從頭到尾 就在鬥 鬥臭很臭很臭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為什麼要鬥的那個樣子 應該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藍綠的惡鬥等等 這是一個惡鬥 然後年輕人這麼不想出來 不過他這個策略有沒有效 因為去年四大公投案有沒有 四大公投案 他就把他弄成這個一個藍綠 惡鬥對決 他就想說不關我事 但是今年不一樣的 今年是在驗收你過去幾年來 你的證據到底是怎樣 特別是預選這個部分 年輕人看他想說 就今天就叫他去 然後還有一個指標就是說 照說十八歲的這個公民權 這應該是討好年輕人 對 他們其實不太敢講 包括那個所謂的這個所謂的加班車 然後補貼等等 這今年都沒有講 他認為說年輕人應該會報復 所以所以他故意說 當然當這個投票率降低 年輕人不來投的時候 順便他的聲率跟這個擺公擺 這個就可以水漲傳高 ok 以前他是靠年輕人 現在是叫年輕人不要出來 你說那種 人家有怎麼說 不用錢的最貴啦 過程都騙小年啊對不對 他現在年輕人可能會報復性的出來投票 連舉在倒數了 那麼蔡總統期盼民眾堅定捍衛民主 能夠給全世界正確訊息 不過前立委郭政浪認為說 很可悲的是地方的選舉 扯到兩岸的議題 他說民進黨這兩年 政府的政息是零或是負分 他表示今天民進黨要打抗中保台 也怕怕的最拿手的招都拿不出來 今年真的很麻煩 要打抗中保台也怕怕的 因為好像小英也不太打了 出不來是不是 可是小英一直在打國際 等會我們會講到 一直講國際社會啊 基本上他不敢去抗中抗得太用力 因為美國現在拜登 也說還要控管 控管分期 所以現在整個氛圍都不太對 就他最拿手的 沒辦法到位這樣 最拿手的招都拿不出來 變成這樣 所以只好去 完全去攻擊高鴻安個人 因為蔣萬 週一過搞砸之後 人身攻擊就不能再玩了 那然後防疫也不好弄 對啊 不能對事 對事他們都輸 所以只能對人 所以到最後都在打高鴻安 變成這樣 這種選舉大概是 我活了一大把年紀 看過最低級的一次選舉 就是這樣 你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